嘉宜们新买的刀到了 给大家炫耀一下 在炫耀这个刀之前呢 我必须把我白线手套戴上 以表尊敬 毕竟这刀能买我命 嘉宜们这个刀啊 大有来头 它的名字啊叫骑士 这个牌子呢 现在已经倒闭了 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但这把刀呢 不一般 我来慢慢给你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刀片 分段淹没分还没有 这个就是最早期 橘南他们家 还是代工厂的时候 橘南给代工做的 90年代 到现在时间已经非常长了 橘南后来还代工过FK 现在呢还在给威廉亨利做代工 这东西别人没跟你说过吧 嘉宜们这个刀到现在 已经30多年了 所以呢有一些旧 看到没有 这边有划痕 包括它标记有点划痕 嘉宜们 嘉宜们看下这个型号 PK-03 是这个值的型号 我还见过PK-02 那个会更大一些 那个也非常难找的 有没有PK-01 我就不知道了 总之背个系列比较多 包括它的配色也比较多 有全黑色的 有全银色的 嘉宜们 看下手柄材料 米卡卡的材料 上面是一块铝合金 然后呢是一个衬片锁的模式 这边也是同样的材料 嘉宜们我们来看一下刀券啊 刚刚说的是分段研磨 同时还是一个凿式研磨 妥妥的战术刀标配 这边是平的 这边是微面 这样子呢 韧脚更小 风力度更高 嘉宜们我们来看一下假刃啊 这个假刃不一般 上面也是开了一个小刃的 左右两边对称的 所以呢 整网刀的穿丝力啊 绝对没得说啊 刚刚的 好了嘉宜们 这个作品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 非常少见的一只骑士作品 最后把玩意了